享受绝美海景 阳光沙滩比基尼 回来台湾还免关14天 整体防疫措施 出发前需在机场裁剪PCR 返台后和一般旅客相同 在机场进行深喉唾液晒剪 接下来就进行 5天的加强版的自主管理 加上9天的自主管理 那5天的加强版的自主管理 主要就是可以在防疫旅馆住 那当然也可以在家里 但是要求要一人一室 台湾旅游泡泡重启首发团 预计将在8月14号出发 旅游方式不再局限 团进团出 自由行业通步开放 到今天下午1点为止 已经超过4200个旅客预约 虽然只是预约 但事实上很多客人 是直接绞定了 那所以这么多旅客来讲 要去消化掉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航班 才有办法去消化掉 搏流泡泡重启各旅行设订单 接到手软 会这么夯一大诱因 正是台湾闹疫苗荒 民众可以到搏流旅游 顺道打疫苗 疫苗旅游的这件事情 还是民众普遍关心的 所以目前掌握到的讯息 应该搏流方现有的一个疫苗 大概是有2000起 这么多旅客要去 那会不会有人 最后是没办法施打到 这部分我们现在跟 搏流方正在密集的 在接触当中 出国玩耍又能达到疫苗 也难怪指挥中心才刚点头 搏流旅游询问度就报表 欢迎新闻林志鹏 黄佩涵 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